花莲县政府一号在县府大礼堂举办了12月份的升旗典礼 县长徐真伟主持并且表扬两位业务达人 三组的圆梦团队 以及109年花莲县杰出演艺团队共事组等单位人员 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的努力做好岗位上的相关工作 也希望县府团队要继续的合作求新求变 让花莲是持续的发光发亮 花莲县政府一号在县府大礼堂举行12月份升旗典礼 现在许总统表示 今天是109年度最后一次的升旗典礼 即将获一别109年迎接110年 相信大家对新的一年都有非常多的期待 有很多工作仍需要持续进行 《军日报》与台湾人员共同举办的2020县府台湾 唯一县市县府指数大调查 花莲荣获全国第四季佳基 并与非六都县市位居第二名 感谢县府团队仅有的财政预算之下 依旧积极推动各项建设 各局处从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认真负责同力合作 求新求变 让建设有感 幸福有感 让花莲持续发光发亮 而花莲县我们几乎八成多 八成三都写计划向中央来争取计划型的补助 以及竞争型的方案 所以能够有这么多跟全国来做竞争型的方案 我要谢谢各局处 各局处的同仁 不断的努力积极 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写出新的计划 新的作为 才有办法跟中央来争取 才有办法跟所有的县市 来一起共同来竞争 新的计划也亲自表扬两位业务达人 三组圆梦团队 109年度花莲县杰出演艺团队 共四组 以及109年度 环保局垃圾 源头减亮小街兵 校园青菜 共三组等等 希望透过公开表扬 来肯定大家的努力 记得终于花莲视报道